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天虹。 我们在从前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过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其实旧金山除了金门大桥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呢。 今天我们就到可以聆听大自然神秘音韵的浪琴石园。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眺望旧金山和金门桥的景观,还可以欣赏波浪风情的音乐。 好,我们现在就和记者刘文明一起到浪琴石园去看一看。 听听这个声音,你大概已经知道这里是美国加州的旧金山。 说到旧金山有名的地方还真不少,比如说全世界最弯曲的城市道路,九曲十八万的花街。 恶名昭彰,孤立于旧金山海湾中的恶魔岛。 雾索金门里的金门大桥。 还有那繁华的滑布。 每年旧金山都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 看着两位来自北美加拿大的朋友,在防波堤上,翻上跳下,不时露出诡异的笑容。 不知道他们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我一位朋友住在坡西斯科 我们之前来到来 我来问她 我们要来到城市 她也推荐来看 浪秦石园 浪秦石园坐落在旧金山市 北面沿海的防波堤的尽头 是一处花岗岩堆窃出来的小石园 由这里向西看 可以欣赏金门大桥 向东 恶魔岛竟在眼前 而朝南面望去 旧金山城市景观则一览无余 彼得·理查斯先生是三藩市著名的探索电博物馆内的资深艺术家 浪秦石园是他与石雕家乔治·冈萨雷斯在1986年一起新建的 如是李查斯先生带着几根PVC管充当音管来到防波堤上将音管插入水中 借着鹰管扩大船身的原理 上那间他听见了来自大海的声音 第一次听见由大海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是一份惊喜 仿佛整个海洋在你面前活了起来 由于鹰管的长短 鱼埋入水中的位置不一样 你听到了大海各种不同的情绪 温柔时 它在你耳边轻轻叹息 激动时 犹如晴天里响起了几身闷雷 而调皮时 它会这样来逗得开心 涨潮的时候是听波浪风情最好的时刻 好比是大海起床了 声音里充满了精神 潮退时 像是大海静静地沉睡了 声音细不可闻 不过来到浪情石原 你可以聆听的不单只是大海的声音 浪情石原呈现出 罗马废墟式的建筑风格 园内的花岗石 来自一处淘金时期的废弃墓园 来到这里 天地间的各种声音的 消融并发 令人心灵得到进化 记者刘安明在旧金山的报道 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感谢您收看 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天红 下个星期再会